你好 欢迎收看2月6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口罩实名制在今日上路 东部地区却在前一晚发生记错口罩的情况 当天晚上中华邮政紧急的加班出货 才终于赶在开卖日前陆续送达到各大药局 以及偏乡卫生所 而6日一早台东县卫生局 也特别前往视察贩售的情况 目前仅有蓝宇开卖时间未定 都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邮局人员还忙着将口罩一箱箱搬上车 准备送往县内各大药局及偏向卫生所 之所以如此匆忙 就是因为口罩厂商搞了大乌龙 把生命制药贩售的一般耳瓜式外科口罩 继承了绑带式的外科手术口罩 对 现在中央是从高雄邮件处理中心 加班一部大车子 然后大概预计8点10分到8点20分 会到我们台湖邮局 然后我们现场有三个准备三部车 有三个机场 然后就是及时分装 眼看口罩实名制6号就要上路 中华邮政紧急加班调派人力 从高雄出货到台东 终于赶在5号晚上10点陆续送达 而药局人员也没闲着 赶紧进行分装作业 等一下我们就马上要混包 两个一包两个一袋这样子 经过一夜折腾6号上午台东县口罩如期开卖 卫生局也特别前往视察贩售情况 其他7个卫生所也都有收到 其他这个另外的45家特约药局 应该也都有收到 台东县目前仅剩蓝宇地区 受到天气及航班因素影响 正式无法确定开卖时间 民众可要再多加留意相关资讯 记者向家会台东市报道